今天拖板車停在國道上 車頭全毀 擋風玻璃碎裂 地上滿是車體零件 車身扭曲 橫在路中央 遠景貨爆 趕往現場協助指揮交通 由於撞擊力道太大 拖板車零件噴飛到對向車道 造成11輛路過轎車通通爆胎 只能停靠在路間 計程車司機拿出備用輪胎 與工具就地更換 氣到不行 7號凌晨12點多 無信男子駕駛拖板車 行經國道1號南下32.2公里促時 疑似因下著大雨 地面濕滑 拖板車不慎撞上分隔島 之後往前滑行40公尺 最後整輛車卡在路中央 駕駛因為沒有系安全帶 當場拋出車外 傷重不治 駕駛人甩支車外躺在內車護欄的上面 那今天早上有下一點大雨 那我們送到長庭以後 那個駕駛人已經有往生了 61年次的無信駕駛是一名連結車駕駛員 從基隆出發前往桃園載送貨櫃 沒想到卻遭遇死劫 經抽鞋檢驗後酒設食為零 但因為車上沒有行車記錄器 目前警方還在協詢募集民眾 以釐清真正事發經過 記者陳旭 陳芷芳 新北市報導